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使用绿色的装备露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你喜欢绿色吗 我太喜欢了 所以 他们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们搭建起来看一下 究竟怎么样 首先是玉东清庇护所 非常实用的一款多功能帐篷 白天你可以把前后打开 再加上这个延长的幕布 就是一个超大面积的天幕 上面都是图影的 夏天也不会热 非常的遮阳通风 晚上你可以把它关上 就是一个超大的帐篷 精灵部落是一款 没有中间撑干的金字塔帐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2.0版升级了门厅天幕的侧帘 防风防晒防雾性都会更加的好 当然还有小屋形状的星期天充气帐 颜值也非常的高 还有主打轻量化的地樱帐篷 重量只有1.5千克多一点 爬山徒步都可以带 接下来看一下纯绿色的睡眠系统 溯源石木型军床 石木加上黄铜非常的有质感 搭配蛋槽 碟自充气睡垫 还有小梦棉睡袋 再加上一个枕头 有点军事风格的睡眠系统 一整个被自然包裹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绿色客厅系统 山羊椅 兜兜椅 懒人椅 松油椅 宅宅椅 宿源椅 当然还有各种绿色的配件 折叠水桶 杯子 保温瓶 还有灯 我特别要推荐一下 这个新出的青背水桶 造型非常的特别 而且容量也很大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露营书是非常喜欢绿色的装备的 用它们露营 我会感觉更加的放松 从容和舒适 黑露椅子都在绿色装备的设计上 投入了很多精力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露营好装备 bounces 今天我们kiba保温切成 passing